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以德系为主的独立制表品牌 这个年轻的品牌 它其实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它从2008年成立至今才十多年 但是因为它精致的打磨 以及少见例如Harmatec的撞头设计 它已经在顶尖长家之间累积相当高的讨论热度 我想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它的总裁 Christina Hutter 她不仅是钟表业界少数的女性创办人 而且她曾经在朗格当过制表师 因此她对于钟表工艺十分的熟悉 所以他们家的表款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德国制表的特色 而且还采用了不少来自于古典怀表的独特设计 那每一个细节可以说都让长家爱不释手 首先我们要介绍第一款表 是最能够展现Morris Grossman品牌DNA的小三针 Trambalage 它的表径为41mm 不锈钢材质 那当我们拿到这款表的时候 一定会被它这个独特的德国印面盘所吸引 因为它的石标的抛光 以及面盘上面的纹理比对 面盘显得十分的闪耀夺目 而他们所采用的 就是名为Trambalage的独特传统手工装饰技法 那很自然的 这个Trambalage就成为这款表的名字 那通常来讲 工艺师会操作雕刻刀 他先雕出石标 还有轨道四分钟刻度 去除掉多余的金属之后 紧接着再用古老的 颤动雕刻刀的手法 它在显微镜下面 一刀一刀的雕出 非常细密不规则的纹理 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每一道雕刻的刀痕分布的密度 水平的高度都要一致 它需要非常高的熟练度 稳定性 还有专注力才有可能做到 因此 雕刻师每完成一片面盘 往往需要四到五天的作业时间 而且每一片面盘 都是独一无二 它这一款采用的是蓝钢纸针 而它们的玫瑰金款式 则是采用精准控制在 270度烧制的 纸中色退火钢纸针 那这样子的组合 镇淀了很多 玩家的赏玩细节 此外 我们都知道德国高级表 它十分重视走实的精准 因此表管上多数有停秒装置 但是Morris Gossman 他为了避免调整 时间上面所造成的分钟位移 他更加进阶的设计了 独家的上链装置 Gossman Wider with Push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表罐的下方 多了一个按钮 当你要拉出表罐 调整时间的同时 表罐 它自动会弹回去原来的位置 它不需要靠你手动按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手表就会停秒 在你调完时间之后 我们再按下4点钟这个按钮 就可以立即启动百轮的运作 那这个装置的目的 它在于避免 我们在按压表罐的时候 有时会产生半分钟到一分钟的 分针的位移 那这样子的设计主要是来自于怀表 那在表坛里面也是相当少见 接下来我们把表翻到背面 我们可以欣赏到Morris Gossman 支持的100.1手动商店机芯 这也是品牌它的精髓所在 机芯上面有太多的细节 值得我们去欣赏 首先虽然它是德国机芯 不过它很特别的采用了三分之的甲板 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分之三甲板 因此它有更多的空间留给百轮 那特别大的百轮运作起来 它视觉效果就格外的突出 看起来就是过瘾 那百轮的两边则有各三颗螺丝 单边的其中两个是平衡使用 其中一个是用来微调快慢 它并没有采用德国传统的儿景式微调 而是改采用螺丝微调的快慢针 我们可以看到快慢针上面的刻度 它还是用人手雕刻 甚至整个机芯上面所有的字 都是人手雕刻 雕刻的纹路以及深度 比起朗格来说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可以在机芯上面看到稍微突起的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细节之处都看到它们费时费工的痕迹 可以说是在相近的价格带的同期产品显得诚意十足 最后我们别忘了 它们的机芯同样采用繁复的二次组装 来确保每一个零件和步骤都是完美 无论这款表在精准度或者是细腻度上面都非常有水准 第二款腕表它是Maurice Goldsman 13周年推出的41mm玫瑰金版本的backpage 那这款表它真的是听到厂家的心声了 我们经常说德国表的机芯实在是太漂亮了 应该把表反之带 所以这一次它索性将机芯做成镜像的相反设计 本来应该在底盖侧才看得到的大尺寸百轮 手工吊花甲板 格拉苏蒂灵纹的打磨 现在我们只要配戴在手上就可以欣赏到 另外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独家的Gorsman Wider with Pusher 这个装置的作动平常是坐在表款的正面 它隐藏在面盘的下方 但是因为这款表机芯导致的设计 所以从透明底盖 我们总算可以见到它如山真面目 那对于喜爱研究机芯结构的厂家来说 这绝对也是一大看点 除了Maurice Goldsman之外 这里还有几个非常有特色的独立制表品牌 作品也值得仔细玩味 其中WooWork对于有在接触独立制表品牌的玩家来说 绝对不陌生 这个年产量大约只有150G的品牌 它最近代表性的设计就是它能够透过旋转式碟盘或是转头 用接力的方式来显示时间的卫星式运转机构时间显示系统 而这款UR210RG 它是进一步把回锅分针系统 再整合到卫星的小时转头上 让佩戴者可以同时欣赏到小时转头的优雅运转 还有纷争力跳雷霆万军的瞬间 充满科技感的工艺趣味 连时尚大师Rof Lauren都难以抵挡它的魅力 以制作作宗音乐表明文侠耳的制表品牌Labe 它最快智人口就是他们把机械式作宗 巧妙地融入飞机机械式生物或是火箭等各式各样的造型 做成有趣的设计 比方说这款Type S D8 就是将1950年代古董赛车跟座钟做出结合 共推出了银色、红色、黄色、绿色、蓝白等不同的颜色 各限量100座 除了车身的时间显示和配置在驾驶舱的行动系统之外 最特别的就是它透过后推车身来带动车轮来为座钟上链 以及透过旋转方向盘来调校时间 它把座钟跟跑车的机能特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就像是玩具车一样的有趣 另外的RT 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独立制标品牌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每一只手表看起来都像是艺术品 同时在手表里面融入像是烟草叶、蝴蝶翅膀、甚至是子弹等等有趣的特殊媒材 来创作出充满个人色彩的设计 那么这一款名为Botterfly Crystal 它就是把真正的蝴蝶翅膀融入了腕表的蓝宝石水晶的设计 蝴蝶翅膀它表面有讯亮的彩色鳞片 它看起来就像是万花筒里斑斓的花片 让手表呈现出梦幻起立的色彩 也正因为都是利用天然美材来做创作 所以每一只腕表它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珍贵又充满创意 前面我们介绍了两款Morris Grossman 以及其他独立制表品牌的表款 都是在这一次重新开幕的保岛钟表台中名店里 特别呈现的精彩作品 除了这些来自德国或瑞士独立制表品牌的精彩工艺大作外 在店中还同时展出包括劳力士、地舵以及百年龄等热门品牌的作品 为了让各位热爱钟表艺术的同好们 获得更完美的赏表体验 我们特别把这一个开业至今满30年的空间进行了全面升级 用温暖的灰色调展现大气又兼具质感的空间氛围 同时把品牌的展示空间都重新配置 比方说国际级的劳力士和地舵电宗店 位于二楼的Morris Grossman独立展间 各大独立制表的联合展柜 还有以专卖店规格打造的百年龄展示区等等 让大家可以充分体验每个品牌的特色和制表精髓 在店里的核心位置 我们设置了古典欧洲风格的巨型水晶吊灯 和挑高近10米的旋转楼梯 作为串联整个多元化品牌展示空间的轴心 用尊贵辉宏的气势 作为宝岛钟表台中名店的完美注解 我们也将秉持着一贯的暖心态度 结成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作为宝岛 作为宝岛